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来自newsweeks 新闻周刊的一篇报道 它报道内容蛮特别 它就说是民主党人在关键州 摇摆州转向了共和党 这是一个政论性的文章 其实因为newsweeks本身 新闻周刊本身是极其左派 极为左派 相当反川普这么讲 可以相当反川普 在这个背景之下 它实际是用了宾州 宾夕法尼亚州 对不起 用宾州的一个统计数据 最新的统计数字 一个星期之前 12月18号 在所谓这些政党领域当中的 主要是美国两党 民主党跟共和党 他们在选民登记的问题上 来自于叫联邦什么选民什么登记委员会 基金会 在选民登记问题上 很多选民去按照他的利益上的需求 去改变自己的政党身份 所以他就会串门 就是有些民主党人就转到共和党了 有些共和党人转到民主党了 串门 那又有更多的人开始托党 就说他本来登记是民主党 你现在问他 他说我不投 我谁都不投 我还得看着 我谁都不投 他就是这样 所以就出现了相当 可以坦白说出现了相当争执 相当的争执 民主党人在关键州摇摆中导向共和党 这是一种表现的说法 咱说句心里话 这个在有关民调的很多问题上 我眼睛里其实真实的东西没有了 真的没有了 你别看所谓公正的民党 这么公正那么公正 因为确实你只要透过计算机 一定可以被不同人去左右 他左右的原因是制衡那些真正投票式的状况 从2020年选举之后 其实投票真实状况和民调的真实状况 已经成为了重大的迷惑 我看过一篇报道 有人是这么一问 他说发觉在2020年之后的选举 所有在民调持续领先的政党 最终投票时都输了 都输了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说法 里面在透显着民调本身变成了欺诈 投票本身变成了欺诈 说句心里话 投票本身变成了欺诈 那在台湾 就举例在台湾 今天说今天最新的民调呢 这个国民党呢 已经完全跟几乎跟赖清德持衡了 几乎 一个是42% 一个是41% 那那种民调同样是透过这个电话 透过电脑系统进行的 美利岛民调我说的 那有了 而美利岛另外的民调 就说他很有趣 他透过适用电话 就是那种有限的坐机电话 赖清德40% 那欧友谊呢 只有30% 这里面就出 如果你加上手机 就另外一回事 所以这里面我就想跟朋友讲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为什么 手机 极容易被欺诈 极容易是假的 但是坐机 那就很难了 那比较保守 那就很难了 第一个 第二个 在台湾呢 他的现在的选举 依然是靠纸张 一人一票 所以他的保证性极大 也就是说民调的本身 他的欺诈性极强 那中共在有关民调欺诈 跟电脑操纵的本身上 在整个人类社会中 应该是比较领先的 大数据的本身是比较领先的 所以中共替国民党进行民调战 这是一个 我以为这是一个很容易做到 所以现在就会凸显出同样 因为离投票还剩20天吧 大概还剩20天 所以就会凸显出来 我指台湾了 那这里面他就大 这篇内容大规模的就讨论了 这种变动的概念 因为文章写的太政治 太细节 但我跟大家只是描述这个梗盖背景 如果朋友你想看原文的话 是这个newsweeks 新闻周刊的头版 在宾州得到了警告 大批的选民在远离他 从民主党转到共和党 12月8号 今年有35,589名注册的民主党人 转投共和党 有15,622名共和党人 转投民主党 那还有21,000名民主党人 19,000名共和党人 他们脱党 脱党 所以脱党的人数几乎持平 2万人 那而这个 而这个转投的概念呢 很显然将近2万名 19,900多名 将近2万名民主党人 转投共和党 这是一个竞数 那这样的竞数的话 对于这个民主党人来讲 是非常麻烦 对于拜登很麻烦 他的观点就是这个 因为呢 拜登在宾州赢得 2020年赢川普值 有8万张选票 而他这个 而他这个统计数据呢 就变成了 就是争执性很强 所以文章下面就大规模的讨论 在宾州民主党 就是谁得宾州 谁得天下 在过去若干 这么长时间里面 一直是这样 因为宾州 占有20张选举人票 在全国范围内呢 他占有选举人票 票数呢 居第五位 所以整个美国有50个州 那他占的比重就非常大 非常大 然后他就提到说 那宾州的 目前的选民登记状况 很显然 人们在背离民主党的做法 背离民主党本身 那拜登其实一直在宾州领先 但是现在 对他的反对率高达61% 高达61% 他说这是星期一上拿到 那这样的话 而对他的反对率 就是拜登在宾州的民主党的支持率 远远低过全国的平均指数 但是呢 但是呢 在宾州呢 因为他选举人票太多 所以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三分之一的选民 他在2024年投票给拜登 但46%的选民拒绝给他 还有15%的人发誓不给民主党 所以这是他很细节很细节 那宾州有20张选举人票 从1932年到1988年 只有两次总统候选人 没有宾州的选票赢得白宫 所以他就讲述这个大概的背景 2020跟2016 他们2020拜登拿下宾州 2016川普拿下宾州 所以他们都获胜了 大概就讲述这个大致的背景 整个主题就是这么个主题 那在我眼睛里看到 其实不是 在我眼睛里看到 美国政党的游动 就是对民主党的这种游动 跟拆毁的方式的力度 超过对共和党 但反过来 有更大批的人在拖党 所以政党政治在美国出现动摇 而对民主党的抛弃 在选民当中就显得比重更大 大概他的主题的思想就这样 我只是跟大家介绍这么一个背景 因为他的新闻里头 党派内容太强了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